为生命而走的游行活动起源于美国,后来扩展到其他国家。 新竹教区圣吉安纳生命维护中心,有鉴于台湾缺乏对生命的认识与尊重。 5月11日举行台湾第一届为生命而走游行活动,来自台湾及海外支持者500多位, 聚集在桃园市,从圣母圣经堂出发,沿途高喊维护生命的口号。 保护下一代,为生命而走,从开始到自然结束。 有的宫念玫瑰经,唱圣母经歌。 来自新竹教区的青年江弟兄,亲自抱着耶稣圣鹰前来参加游行。 因为我觉得生命很可贵,它不容破坏任何一个小小的生命, 即使只是一个黑胎,即使只是一个小婴儿,它都有它可贵的地方。 下一代,安宫爱,为生命而走。 主办单位,务俗真修女,也谈到为何举办这一次的游行活动。 就是第一次了,就是为了生命的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的。 我们都是想到了,就是因为都知道我们在台湾, 就是大家都是稍微还不太了解, 而在游行之前,所有参加者在桃园圣母圣星堂举行中华圣母庆日弥撒。 主理新主教区李克勉主教讲道中强调, 天主是爱,他愿意与人一起分享他神圣的生命。 所以让我们为生命而走,不是一个意识形态, 不是为了一个伦理道德标准, 而是为那创造主的心愿, 他爱人的生命,因为是他的肖像, 他要让这个生命分享他的神圣的生命。 只有我们人,才有这样的荣耀。 我们要让这样子的信仰,这样子的指导, 这样子的生命经验,与人分享。